刘先生,除了从医院里得到的普通药物以外, 他的家人都给了很多草药和药茶。 他们意图用传统的中国药方针灸和按摩来治疗他, 希望可以减轻他的痛苦。 你给了中药药,刘先生喝? 是的,我们都相信中药对身体是比较好一点的, 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。 平时我们都要喝点中药。 但我不是反对你给中药。 但最好你跟我说一声,你给这些什么药, 我可以查一查,和他在用的西药有没有冲突。 好啊,那我们留住一方给你看看那些西药有没有冲突。 但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家里用的, 应该没问题的,帮到他。 我明白,我都不是反对你们给中药。 不过因为有些中药会令到西药的功效可能会提高, 而有些药或者令到西药的功效会减低。 所以我想了解多一点你们给中药有什么中药, 可以查一下有没有这些冲突。 我发觉到你爸爸现在的痛越来越严重, 也很累的人,很辛苦。 我相信需要加重他的止痛药。 但我也了解到你们不是那么赞成, 因为你们曾经有些经历,对吗? 是啊,阿姨那时候也有很多痛, 吃了很多止痛药, 加重了之后,他整个人不是迷糊糊糊, 爸爸,他不想这样。 是啊,我明白。 但是我担心他的痛很严重, 令到他很快就会支持不住。 现在这个情况,我相信还可以被止痛药, 可以止痛药。 关于药的份量,我可以尽量令到他不会有副作用, 令他不会迷迷糊糊糊的状况。 那他吃得这么强烈的药会不会快点死呢? 我不会,不用担心。 我现在不是说帮你安乐死, 或者要去睡觉, 我只是被止痛药, 令他不会这么辛苦。 不过来。 嗯。 嗯。